大型旗旗的地面 來流出的沾咖啡的東西 這是利用到各種農業的肥材加水料 加上一些困境經過發芥料所變成的肥料 我們用微生物的方式 然後透過這個機器 然後把農費給回收 那農費回收完以後 我們可以在一天就完成一公噸的有機肥料的堆肥 那主要還是在於我們的微生物上面 對 安定這個農場有兩分多的土地 裡面整個各種的塑膠還有香草 剛才是農場用心照顧之外 還要剋掉這個肥料 比較好就生得好又生得快 在種蔬菜的時候 我們在翻土的過程中 我們就會把這樣的一個肥料 或者是土壤改良劑 直接就拌到我們土壤裡面去 那拌到土壤裡面去以後 我們會增加我們的肥力 增加我們的肥力 然後呢我們土壤健康 我們的植栽種植的過程就健康 特地化工來比較的農場 一行長張佑錫說 三年多前紀元之下 開拍到這個農場 近前突破工是在破壞到土地 現在這農場又去看到 尤其肥材的尤其肥材 是一種的蜜蜜跟蜘蛛 那植在健康 其實我們在蟲害上面就會降低 因為以土壤的食物網來講的話 其實健康的維生物 就有健康的蟹蟲 或者是蚯蚓 那健康的蚯蚓跟蟹蟲 鳥又來把它奪掉 所以這整個大自然的一個平衡 就會越來越健康 所以在友善大地來講的話 我們發現土壤是一個最基礎 最基礎的關鍵 你目前農業負責的負責 剛才是農場自家養之外 農場向著農民要回收這些負責 所作成的負責 也會來一定比例會開給他們 希望讓農業負責 可以優化循環再利用 南天新聞 分擔一下安定菜方法的